就一年前,火星上的生活着黄蹄夫的人类,他们拥有高科技的文明,但是却被天狼星上的百种人发现,他们也拥有高等文明,而且技术更加先进,他们拥有一种叫做山铜的技术合金,这种金属非常的坚固,而且不会轻易变形,即使变形,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,这是他们飞船的主要原料,如果要强行改变山铜的形状,需要从内部改变他们的因子。 他们发现,火星上有大量的山铜元素,所以开始入侵火星,他们发动了大规模的核战争和大型陨石撞击,双方都损失严重,虽然火星人最终赢下了战争,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星球,于是火星人用了50年的时间,利用空间站改造地球,后来他们逐步向当时的大陆移民,他们还从自己星球上引进了珠,球鱼等一些动物等等,这一切都被记录在海奥华预言里,海奥华预言中还解答了人类起源, 生死轮回是否存在灵魂等上百个人类的终极谜团,而海奥华预言的作者米歇竟然是一位普通原林师,没有任何写作经验,他自称1987年,他被一个叫做涛的外星人带到一个叫做海奥华的高级星球,这期间涛不仅向他展现了高科技的外星文明,宇宙的规则,甚至还向他透露了地球上的生死轮回,揭示了黄种人的来历,等一系列的地球未解之谜,他在书的开始便写道, 我是遵命写这本书,我发誓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